子凌开麦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看起来非常漂亮的场所 大家可以看猜猜就是这里到底是哪里呢 这边就是我们高雄非常知名的八五大楼 那我现在呢子凌就是在33楼的地方 可以看到非常壮阔的而美丽的高雄港 而且呢我们现在刚好就是在这个夕阳西夏的时候 好那我们呢在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呀 或者是说呢要带着大家要来认识的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 我们头转过来 哇这里呢这一位在我们镜头当中所出现的就是我们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的资产管理研究所的王昭文所长 所长你好 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有一个主任约到所长的时间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因为我听说就是好像蔡英文总统他有推一些政策 希望说可以带动我们台湾的经济 然后呢我听到有北政大南中山 然后呢国际金学院资产管理研究所我就跟所长说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 然后我就很想要来学习的地方 但是呢这个要有一些专业在哦 那比方说那种就是金融领域 现在正在一个转型的十字路口上 比方说有很多科技啦或者政治啦很多的因素的影响 那怎么样可以就是培育比较高阶 而且是可以来跟国际接轨的专业的人才呢 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这里 就是来邀请到资产班研究所的王昭文所长 来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 那我们首先呢是不是可以请所长就是 也跟大家来谈谈新兴数位科技 还有AI是不是已经颠覆金融市场的这个传统格局了呢 好谢谢跟现在子玲的一个访问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一个金融市场 其实跟过去有些不一样 那其实现在整个数位的一个发展 科技的一个发展 所以现在其实金融科技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趋势 那还有就是永续金融的一个发展 其实也是现在非常重要的议题 此外呢 其实我觉得在整个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上面 其实也是现在非常需要的一个人才 那现在整个AI的一个发展下面 其实各位应该都有用过去的GPT 像我们现在在玩那个所谓的 在做任何的比如说报告啊 程式啊的写作 其实还有演讲的写作 其实你都可以借助去的GPT 它是一个生成式的AI 就可以方便你 我都一直常讲它基因就是一个高级的助理 它已经取代了一个高级助理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换言之其实在AI的一个时代下 其实很多工作的形态都改变了 那其实在金融的领域里面 最直接的就是在支付的部分 像区块链 那还有像是大数据的分析 像我们现在要去了解科目的行为 我们都可以透过一些数位的足迹 透过一些网路上的一个资讯 比如说你点击都会留下点击的记录 还有你在AI的一个资讯 还有你在任何的相关的一个资料 其实这些都可以拿来整合来做 对你做一个所谓的大数据的一个分析 这个就是一个金融大数据分析的一个观念 那甚至我们可以从中去侦测 这是不是一个flub 这是不是一个诈欺 或者是来侦测这会不会发生违约 其实这都是在金融市场可以做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现在金融市场 其实可以用的一个角度 那这些都是数位金融的一个半重 所以导入像这种AI 人工区会这样子在金融领域当中 他可以比方说像我们现在打的最凶的就是要诈欺 很多人都会诈骗 那简单的诈骗就是他可能来窟窿你 那比较高阶的诈骗 我们在电影上常常看到有一些那种诈骗高手 他就色能多久 这个都有可能以后 藉由这样的一个AI人工区会 进一步去防范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跟所谓的影像辨词 这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认证机制跟资安 也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 其实这种 我觉得像金融的一个FLAG 这个东西 实际上像我们的学生都有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像其实我们的学生都是企业主 那他们其实本身也会想要研究这个议题 所以就会带来学校这边 当作是他的一个专业的论文 去做他的一个研究的方向 也就是透过资料来看看说 比如说这个到底 比如说我们在刷这个信用卡 这个到底会不会是一个倒刷的情况 都有办法透过一些数位的资料去做一个编盘 我觉得这都是现代科技所有肯带的一个编盘 就是做一个防范的一个方法 那这都是在数位金融的一块 是 对 好那未来我们台湾金融金融会需要什么样的一些人才 教授有没有一些建议 我觉得其实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变化下 就像我刚才讲的 其实数位金融这种数据分析的能力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再来就是当然一定要一个国际金融的一个事 因为我们是一个我觉得我们现在国家最需要就是一个 有所谓的数位金融 永续金融跟资产管理能力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金融能才 所以我觉得像ESG这种永续金融的思维也必须要有 那再来就是还有像说我刚才提到的像风险管理 就是像怎么去控管这些风险 因为我们在做投资或者甚至资安 这其实都是一种风险 网路风险资安风险 或者是投资股票或是相关的都有它的对应的风险 所以怎么去判断风险 然后再辨识风险 然后做风险的管理也是一个重要的一环 那另外一个其实上就是监理 也就是说法规的监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对金融 像房洗钱这些 你去对这些金融法规一定要一定的认识 所以我觉得法规这也是一个必须要去了解的方向 最后我觉得其实沟通也是最重要的 因为金融一定是一个 金融是一个服务业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金融是一个服务的产业 所以他绝对未曾跟学生讲金融业是服务业 所以你要根本的沟通也是很重要 跟客户沟通跟老板沟通 跟你的长官沟通跟你的利益关系人的沟通 其实都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沟通的能力也是一个 不可少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重要的这样 那资产管理当然就更不用说 这个当然就需要专业的 尤其是专业人士的一个教导 这就更重要了 那我想问一下所长 因为您刚刚说 AI人工智慧已经很厉害了 你可以事先帮我们做这样的预防的防范 或者抓出某一些的东西这样子 那我们还需要人吗 那我们都交给他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的科技 要做到完全都是机器来做判断 我觉得这成本也太高了 所以我觉得最棒的方式 实际上就是左脑右脑这个概念 就是说其实 左脑右脑意思就是说 其实比如说我是左胚子 那我就是右脑 那左胚子的人可能在创造力上面是比较强 那在记忆力方面的话 像我就比较弱 可是我觉得AI的产生 对我来讲最大的方式 它就辅助我的左脑 让我的记忆不用记忆那么多 它其实可以帮我做非常多 这种Retine的工作 这种所谓的比较重度性的工作 这种所谓的 我举个例子 像我要写一个演讲稿 我只要跟你讲 我想要什么key element 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子 比如说我要讲到身体健康 我要讲到要有词性 我把这些重点写下 它就可以帮我写一个很棒的演讲稿 那只要我帮它的对象讲清楚 什么都讲清楚 它其实可以接受我非常多的时间 换言之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 现在的观念不要去排自AI 而是要善用它 把它变成是你的左手 左方的工具 对 跟电脑一样 没错 没错 其实它就是一个更棒的工具 然后只要你善用它 它是一个非常棒 帮助你去更 更 怎么讲 更快的能够让你完成工作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过去 可能要花一个小时的事情 可能现在都只要五分钟就结束了 所以我觉得AI的进步 实际上不管是在任何领域 其实都是很棒的 是 讲到时间 金融工作很繁重 要花很多时间 要不然一个不小心 接错线 我们可能就损失惨重 那AI这方面 就可以帮我们介绍很多时间 是 那我们刚刚就是 也跟大家透过镜头来分享到说 我们现在在这个高雄85大楼的33楼 然后呢 看到了很漂亮的高雄港的景观 就要来介绍一下 中山国金学院的资产管理研究所 在这个33楼 几乎是整层楼嘛 他还有32楼 他还有32楼 对 然后呢 就是这么棒的工景跟 好像听说教室跟设备也很棒 你要跟他来介绍一下 在这边进修 学习的一个特色跟优势是什么呢 OK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边最棒的就是 各位在这边 其实光坐在这边 就觉得是一种享受 对 就是坐在一下子林 坐在这边 就会觉得我们这边的beat 非常的漂亮 其实静下来 看着他都会觉得 非常的心旷神移 对对对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side effect 就是一个边际效应 其实我们真正的效应 是我们这边是一个 全英授课的地方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希望是要走国际化 是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一个 全英授课的地方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国际视野 是 就是一个看在这边 就觉得有放国际 对 就进出 对 也放国际那种感觉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为什么要挑这个地方 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国际的视野 大家看到这边就觉得放眼国际的感觉 对 所以英文授课是我们一个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诉求 再来的话我们跟国家 跟台湾的其他的一个学院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 我们是全实物的教学 什么叫全实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老师全部都是现在在实物界工作的 不是在学术上的老师 也就是我们这些所聘请的师资 全部现在都是在 比如说在Modern Stanley 或者是在外资的银行 现在是首席分析 首席的一个经济学家 或者是我们有聘请到一个 2020年才刚从 那个Fedward Reserve Fedward Reserve的一个Bank 就是联邦银行 好像是什么 Sysl 我怎么听起来都是外国人 所以我们都我们强调就是外资 外外外籍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 有国际视野 所以我们现在聘的 几乎都是外籍的 全部都是外籍的 是 所以我们这些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Alessia 他就是 各位如果有空 可以去我们的网页看一下 你在CNN或是在Blinburg 或是在Blinburg 或是在Blinburg的一些专访 你在YouTube 都可以看他的专访 基本上我们可以这么说 亚洲人对 亚洲对 就是欧洲对亚洲的一个 经济的看法 你问他就对了 他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权威 那像刚才我指导 我指导 对 所以我们真的很用心在聘老师 和重金礼聘 所以我的师资真的是 我们真的蛮自豪 就是说我的师资 都是业界的一个非常专业的师资 像我们的师资 甚至有国内的外资 外资的一个讲师 还有像是我们也有家族办公室 香港家族办公室的一个Chair 也是我们的讲师 重点又有年轻 就是非常年轻有为的一个讲师 那我们最近也有拼了区块链的 相关的一个专业师资 也都是在国外的一个币圈 也都没有名 还有就是很多资产管理的一个专家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师资 我们的优势 也就是我们的师资 都是国际专业的师资 而且都是实务的 也就是他们现在都还在工作 或自己开公司 但是他们都还抽空 我们这边来授课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学生 我们这边的学生 我觉得蛮幸福 真的 对 就是听到的都是最新的实务的经验 而且它是全球的 对 所以只有在台湾之后 像我刚才去听课 像我刚才去听阿里斯杨林课 他在讲到人民币的一个看法 我就觉得很有趣 他在讲人民币跟美人之间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这都是 而且最难道理实务 都是现在在进行私的事情 所以这都是我们实务的专家 所带来的一个非常棒的体验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教师 其实因为我们刚好是 最近两三年才成立的一个学院 那我们基本上是国家跟企业所扶资的 那我们也尽力而在做好 让同学很好的一个受教的环境 所以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全新的设备 而且我们都就是让同学能够在整个上课过程中 都可以享受最好的一个教师环境 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们还有所谓的Bringberg 我们有非常多的专业的软体 好像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 我们的Bringberg应该是全台湾最多的 就是在学术机构来讲 我们有16台Bringberg 那这个Bringberg为什么很重要呢? 基本上你如果在做资产管理相关公司 在做非常多的金融领域的话 你要长期的资讯都一定要用Bringberg 那我们在学校就提供你这样的一个资源 这个应该是没有 几乎很少学校能够提供的 就我所知应该是 应该算是至少都是他们那样的大国 所以还有我们最近也有购买 我们未来也要购买TSG的资料库 所以这是有台湾的 算是蛮健全的一个有序的资料库 这都是我觉得我们愿意投资学生 然后也让学生能够享有最好的设备 这都是我们的优势 我还想到说要问一下所长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都是金融 其实我们这是资产管理研究所 所以资产它不只是金融 这边的专注 它其实我们这边更专注的是在 Wayers Management这一块 就是财富管理这一块 但是财富管理所需要的知识 绝对不是单纯的财富管理 因为在现在的金融环境 对数位金融的了解 对数位的认知 对AI的认知 还有就是对永续的趋势 因为现在的ESG的浪潮 就是我们所谓的环境 社会跟公司治理这个议题 因为我们现在都讲到所谓的 永续金融的观念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 我觉得一个国际视野的资产管理人才 是必须要对这三个高一定的认知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为什么在课程的设计上面 这三个都是我们的主筹 但是Wayers Management 当然是我们这个资产观研究所 更加注重的方向 所以我们拼了非常多的专业的师资 都是在这一块 都像现在在国外的非常多知名的金融机构 在担任这项关的职业 是 好 我想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 相信有很多这方面专业的朋友们 会希望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再进一步 然后来就是follow 刚刚所长所说的 现在的一个趋势跟流行 在我们的工作或者是职业的发展上面 有更好的一个助益 那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可以在这边来上课 然后这个食物界的名师们 也是国际级的这样 感谢你来跟我们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觉得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边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资源 尤其是对 不管是对在 就是现在正在在职的 或者是一般的学生 那其实我们今年的 我们明年的三月 就会有国际资产管理研究所的 一个一般生的招生 那他们就会入学了 那我们的一个报名的条件 就是他必须是在明年的一月 要能够有毕业证书 就是要毕业 所以我们也很欢迎现在正在工作 或者刚工作 可是想要针对国际金融 数位金融跟有需金融这一块的一个方向 想要进修的 其实可以在今年的十一月十号到十一月二十七号 其实可以来我们的线上的报名 那所以我们今年十一月就开始了 十一月十号到十一月二十七号 那我们为了 因为我们这是第一届的一般生的招生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我们为了让便利同学 所以或是便利我们的参与的相关的人士 就是我们这一次实际上是免学杂费 免学登费 又免报名费 而且呢 你一旦进来之后 如果你到我们的实习机构 因为其实我刚才忘了提到 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 我们实际上是由政府跟二十二家企业 所联合赞助的一个学院 所以我们是以学院 我们是希望能够创造一个 国际金融视野的人才 而且能够让我们国内的金融机构 能够善用这些人才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边 也是一个很棒的实习的平台 我们过来也会更多十二家的金融机构 去建立实习的平台 所以我们的观念是说 你进来其实就等同一边念 所有一边实习 我们现在除了还是这样可以去实习以外呢 我们的课其实都集中在礼拜五跟礼拜六 未来目前现在是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的初步规划 是希望说让同学 他一周里面可能有两到三天 至少在七月那边实习 然后五六 四五六附近又在我们学校上课 那这样又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实习 然后学了知识又是食物的知识 那你在工作上一道问题 我就赶快就来问我们的实习的老师 甚至呢 我们是一般生跟企业组 企业组就是由金融机构推荐过来的人士 那这些其实都已经是现在在工作的 学堂的一个同学 那你看你的同学 你一般生的同学 又是现在在工作的一个 未来都是你的神爸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淡的环境 就是又可以实习 然后同学又是有食物经验的 的一个都在自动机构的一个 食物经验的一个人士 然后呢 老师又是专业的司机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 我们能够提供的非常大的环境 所以我真的蛮建议各位如果说 你现在想要在制作进修 然后你礼拜五礼拜六 因为我现在目前是集中在礼拜五礼拜六 那未来就算有 我觉得最多也是在礼拜四 那或者是晚上 这是我们现在有初步归 但整个授课 我们还是要看当时的情况 但是我们应该会尽量集中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在那边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去十日上工作 好 那最后我想就是总结 问一下什么 我们讲这一次是招一般生 一般生跟企业组 但是企业组是由企业推荐的 那一般生的话就是可以自己来报名 对对对 然后它的条件就是说 一月要拿到四月证书 那所以现在在校的同学 在校同学我会蛮建议 就是说明年可以再看看 我们应该会有一个叫做 数位与永续金融研究所 那如果有成立的话 应该也会在四月左右会招生 那如果说像那个十月招生的话 我们就非常欢迎 应该在校的应该变成 对对对对 那如果说是针对明年的三月 这一个的话呢 目前的话是必须要在一月拿到毕业证书 就是明年一月拿到毕业证书 那它有没有一定要有工作经验 或者是说年龄限制 没有 目前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限制 那当然我们还是会希望就是由 就是我们招来的我们当然是会做一定的什么 那我们目前只有书审跟面试而已 我们并没有考试 因为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是想要重的判断你的能力 所以我们目前是采用书审 就是先第一阶段是书审 书审完之后我们就会再面试一下 是的 好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这边 子凌就是来到了我们的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的资产管理研究所 那么访问到了王昭文所长 那今天呢 所长也跟大家说明的很详细 让大家更加认识资产管理研究所 那这边有很先进的而且很新的设备 那包括说刚刚所长提到 有这个AI、数位的金融、永续金融 还有几个现在金融的重点 希望大家也可以趁着这样子的一个 进修学习的机会可以把握 那欢迎这方面的有志要来进修的专业人士 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今天我们就谢谢所长了 谢谢 谢谢 拜拜